小野 嘿 哈囉 大家好 晚安 我是小野 那再過個幾天 東京偶像計劃就要關市府去了 那我們在這邊 由衷感謝他們這兩年來 帶給我們遊戲的 美好程度 我是真的非常喜歡東偶 那他關府我當然捨不得 但是我希望他能找到 新的一家代理公司 來代理他們的遊戲 我也知道他們復刻了很久 也復刻了兩三個禮拜 同幾個出過的活動 那雖然我等級不高 也只玩了半年而已 那我希望 這遊戲能好好維持下去 那再來講講 天花百見 天花百見 不太好 他復刻了很久 還不是一樣六月寧關府 為什麼不能果斷果決一點的 關伺服器呢 我這邊也沒有多點 立場去講他們 我真的沒有別的立場去講他們說 欸 為什麼不找了關府 為什麼要讓玩家這麼難 我怎麼生氣一直在復刻 你復刻這麼久 真的有對玩家比較好嗎 你這樣只是對 戲剛入手心的玩家比較好過而已 啊我們這些老玩家 你要怎麼負責的對我們 好那你們現在關府了 我千萬百科試圖 我真的沒有意見 呃 送一些一禮物啊 什麼的 好好讓我們在最後的內容 那我就有一個關級了 再來玩呢 七日制度 關於七日制度管閣的消息啊 很可惜的 是諸約到期啊 就是諸約到期的意思 就是 代理商人要把這跟他們續約啊 所以我其實很希望他們去續約 因為其實這個遊戲 沒有辦法有一個遊戲的取代他們 這種遊戲的玩家 以七天為一個可貴 然後會有各種的遊戲 具體限 這是七日制度的特色 然後 雖然角色我並不是什麼在意 我還是拿了很多運動 課了也不著急 那也滿過了幾次月卡 對就 很 失望的七日制度竟然這時候關注 滿難過的 加上這三個遊戲一起來 我會覺得有些更難的 這下擋下心情已經 打碎的遊戲了吧 雖然 最近出了很多新遊戲 雖然我不覺得這些新遊戲 有辦法跟別上他們三個的特色 然後雖然 最近有一本新遊戲 有拿動一本來推 這三個遊戲 可能還可以代替他們 一個行情要有出來 一個夢境的眼睛 雖然 遊戲少了60正數 這一個好重要的地方 那 前遊戲都是多多短戰 因為 你來剛新出 那 台服剛新出 對 不確定日服有可能的事 那台服 我只能說 操作做得很不錯 只差沒有60正數 沒有60正數 沒有60正數 我還是覺得這遊戲其實 差了一點 可是腳車的畫風 跟動態上 其實我覺得並不強 數一些 雖然角色的動態 真的比較少 但是我是覺得 很猶豫的小 既然 遊戲 說真的 其實你只要運出 其實很多晚餐都能運用 那 可能從 東偶出來的 天華出來的 七日出來的 可能還會稍微 對這些遊戲 打動一些 心意 那我個人覺得 這個遊戲的可玩性算高 那 再來 也就沒什麼 新遊戲可 因為最近新遊戲 真的 打不太多玩心 那 對之前那些 那三個中文版的遊戲 我會盡量找出 日本版 那 七日制度就不一樣 它是大陸遊戲 那 近期我可能會 找去 大陸版來玩玩看 後來 需要那邊有 繁體中文可以翻譯 那像是日本的東偶 我就會再考慮看看 那 天花百見 我就不再多做解釋 因為 台服 我感受到它復刻 兩個月之後 就立馬跳進日復這個坑 那時候是 台日爽修 然後感受到台服 已經復刻三個月 四個月的時候 感覺個危機感越來越大 那 我就決定 好 先進行下日復 那日復 就慢慢來到23個 玩到台服 沒有的隨身切 那 那我就是在天花日 應該改過一次 那兩三年以上 才會關服 那 那 現在的遊戲都 全部 就是整個遊戲出來的 那 它一定會這兩三年的新年 掉下去 就是 關服啊 那 我們就把 CF 怪物蛋出什麼 知道這些遊戲 另當別論 因為那些遊戲都全部都超過五中年的 都是好遊戲 都是 很多人支持的遊戲 可是這種 不然他們的特色都是屬於直向遊戲 那種手機橫著拿的遊戲 真的 沒有 能力嗎 我覺得並不是 像是 這麼多的 剛剛講解到那三個遊戲 都是 好的啊 為什麼沒有人去好好的經營它呢 我還是對這些點有點難過 那這裡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花了這幾分鐘 把它講一講 那我們就 下次再見啦 掰掰